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点视频,今天我们继续很开心 可以跟Elizabeth老師聊聊天 大家好 老师,之前说的几集 我们也就着一些观众的需求 分别探讨一些关于财运、感情、贵人 这样不同的话题 去大家交流一下、聊聊天 我知道你一直都做开能量治疗 帮很多不同的客户 已经很久了的一个时间 我在你的网站上面 我就看到有一个名词 我就觉得很有趣 叫做龙能量 龙是一条龙的龙 所以就着这件事 我看到焦点视频 这四年多 我从来没有探讨过这个话题 所以今集我就想请一下你的意见 龙的能量 我先问一下 这条龙究竟是中式还是西式 在我的教学里面 继续欣赏影片之前 请留言支持 知识有价 支持我们营运 令更多人受益 龙的能量来源是来自中式龙的 我知道坊间有些西人教的那些 都是来自西式龙 都有的 哦 即是有中有西 西式龙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有翼 跟着大土灯的那些 就叫西式龙 我们那些就是很威猛 有个尸头 然后长长地生 有金爪的那些 那些叫中式龙 哦 即是中式和西式本身那两个龙的模样 是有些不同的 是啊 但是我想问一下 即是这样说 中式的龙 我看通常就是 就是 可不可以这样说 比较有霸气一些 威严一些 我不是有任何正面和负面的说法 嗯 但是西式呢 有时候我看到那些龙 就是可能例如说 它是有时候 就是 怪物化 怪兽化的嘛 通常是喷火 哇 是的 这些人 没错了 那那个的能量 是不是又有不同呢 当然有不同 是啊 其实所有的能量 来自一个集体的意识 集体意识就是 那个物种本身 那个type 是怎么样 就是譬如你说 一只狮子 和一只老鼠 大家的能量都不同 它的集体能量都不同 对不对 所以我们 讲的都是这一类的概念就是 我们连结的那个集体能量 是一个什么type 的能量 那就会相对感应到些什么的能量值 哦 OK 那好了 这个龙能量 和本身的能量治疗 就是你做开的一般 那个分别是 会怎么样 是不是不同的一个理论 或者套路呢 能量的理论 全部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连结的那个意识 或者那个集体意识 是什么type 刚才说的 什么元素 或者什么 quality 其实就会产生不同的功能 或者功效 我们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 就要看那个治疗师本身 是怎么去掌握那件事 嗯 OK 比如我做治疗的时候 我就是连结宇宙能量的 宇宙能量都有很多种的嘛 宇宙也是有爱的能量 有光阳的能量 是吧 有静静的能量 那究竟那个人需要什么的能量 那我们当下就要决定要判断 以及要去运作 嗯 嗯 OK 如果在这个学习的层面上 或者治疗的层面上 两样东西我都想问你 那通常那个的针对性 又是 就是 会是哪一方面的 通常 学习和治疗的层面 嗯 那学习的层面呢 就是说 有些人 可能 现在也有些流行的能量学程 譬如我自己也有教宇宙能量班 和龙能量班 那在 他来学习的心态就是说 有些人是想 试试看自己可不可以有缘分连结 一个 因为是高维度生物来的 其实龙是 它不是在我们这个维度 活生生见到 但是它是一个在高维度存在的 一个生命体来的 所以有些人会看看 自己有没有缘分去连结高维度的生物 而产生一个能量的感应 可不可以通过这样 而提高自己的能量值 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范畴 是的 通常学习多久 还有是不是也有视乎 那个人的本质 那些程度 那当然那个人的缘分 和他自己本身的体格 各方面 其实都是有影响到 那个效果是怎样的 通常我一个龙能量班 其实只有四个小时 那四个小时 基本上就已经告诉你们 要注意的东西 以及如何连结 那即时在课堂上面 其实你们都会感应到的 所以我算是快的一个教法 哦 那个快和慢的 是因为由你的经验 而去知道哪些是 重点 甚至乎是哪些 他们容易掌握到的位置 是吗 是的 快和慢 当然导师本身的连结 本身的连结 去带动给学生的连结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接着就是我去送到一个什么的知识 什么的认知给他们 那之前那几集都不断在那里说 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是很重要的 嗯 那我的认知要够深 而去传递到给学生 让他也有一个深的认知 那他才能做到一个高能量的连结 是 那如果我也乱乱乱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那他又没有认知的时候 那整件事怎么连结呢 是 所以是要配合的 是 那有没有说 就是我这样问 有没有说有些学生 可能例如说 嗯 我跟老师就是学龙能量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连结到另一样东西 又或者连结了其他一些东西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本身我们龙能量 是有一个能量印的 那那个能量印本身 已经规范了是连结 某一个 Sata的龙族 的龙神 那所以 但是他用了这个印 基本上已经规范了连结这一道了 但是这一道来说 都会有 可能是有高低层次 因为如果他们 个人很精进 就是比如说 我会有一路自己的进步的时候 那其实这一组的龙 它的高级版 就会跟我们连结 但是有的人 喂 练一下练一下 嗯 炒了低频 哦 哦 都会有脱勾的情况 就是那个连结又会断的 是 那他断了那个连结 但是他又认为自己在连结 那他可能就连结了其他的灵界了 哦 所以其实我经常都会叫一些学生 在我的课堂 我第一样东西就是讲恩果 而且要叫他们 要去行善 要职善 要修心 嗯 这些其实是保持着他 是可以继续连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节 哦 比如去我没说学习 我讲治疗 例如有一些客户 他找你的治疗的时候 那他会不会有些人 就提出他 欸老师 你帮我用龙能量治疗我 为什么呢 我觉得好帅的 这个名字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 那在他自身上 就是 比如 龙能量 我没可以说是最有效 但是可能例如针对他 他一些什么条件上是最能够帮到他呢? 按照你的一些案例来说 一般来做能量治疗 他就不会这么聪明说我要收拾哪个药 是的 一般都是由我去判断他的情况需要什么 所以呢 没有人是曾经有这样的要求的 是的 但是呢 我也有试过一个Case 就是他本身跟我学了弄能量火情的 嗯 那他忽然间就WhatsApp我就说 很不行啊 他开始有自杀念头 就想我帮他 tune一下究竟 究竟发生什么事 还有没有东西可以处理到的 是 他来到之后呢 我开始治疗的时候呢 其实很直接 龙神就跑了出来 是的 就是他自己看到的 不是我去告诉他 是他自己在治疗过程当中 他看到有一条龙飞出来 跟着就跟他去派一些东西给一些众生 他派一些米给众生 这个是他全程自己看到的 因为他是龙学生嘛 嗯 他是龙学生 我们做治疗的时候 老师第一个冲出来 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是的 所以也有这些Case是发生过的 嗯 他当下那个想兴生的念头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他不小心连结了某些众生 就产生了这些念头 那龙神就出来派回米啊 搞一个和头袖啊 那就搞定了 是 有这些情况的 OK 其实有时候做完这些能量治疗 是不是某程度上都要是 自己个人可能要做一些的布施啊 是吧 或者做一些好事啊 才能够保持呢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在我的教育里面呢 我就希望大家有没有问题 都要做布施 和做好事的 是的 因为你是等于存钱的原理而已 嗯 是不是 你有问题 当然要做 你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有资源的时候 就继续都要做 所以这个没有变过的 是什么时候都要做的 而在做完治疗 你说能不能保持 其實當然啦,如果那個人是一個真是心腸 或者自己的業力是比較重的話 其實當我們當下扶了他一把的時候 他有機會也會掉下去的 就是他的選擇 我們沒有辦法去保持那個人是有一個高頻的選擇 因為我們不是他,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他 所以這些就是很個人的緣分去發展 他日後是怎樣 但是在我的治療裏面,通常我做完能量調整 都會給他們相對應的教育 我都會告訴你多些做些什麼 怎樣去圓滿自己的因果業力 去教育他們有這些事情可以做的 當然做不做就是他自己決定 這個我已經行使了我的責任去告訴你 他做不做和做成怎樣 就真的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了 嗯,老師最後這個問題 可能我有一點點無犯症 但是我其實都是相當忠誠地去問的 幫一些觀眾去問的 就是能量這件事 有很多人他可能有聽過 但是他對這件事的感知或者認知是很淺 很淺白的嘛 所以可能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觀眾他不懂怎樣去分 到底這位的所謂的治療師或者這位的導師 真正能夠教到他的東西 或者給到他的東西有多少 就是坦白說一句 我因為認識了你已經 其實很久了 但我不說那個年份出來 認識了你很久了 那我就絕對有信心地去問你這件事 但是坊間很多觀眾 他可能純粹看IG 看Facebook 看到好像挺好的 這件事挺有趣的 但是去到原來之後 咦? 是這樣的 那其實 怎樣去分 那件事 我們不要說他究竟是真還是假 說得這麼壞 但是是怎樣去分 幫不幫到他 或者幫到多少 好了 解答你這個有趣的問題 我也要很小心解答 因為避免行家以為我挑的機 但是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這個意思 幫不幫到呢 其實 怎樣說呢 一開始也有說能量是 共振關係產生的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抱著一個什麼的心態能量去求學 我們就會遇到一個什麼的老師 這個是最基礎的理解 那就是說 如果你抱著一個 有大有負面的心態能量 就說你很容易會遇到一個 大有負面的心態能量的老師 他教你這些東西 是 那是什麼大家各自去 自己去 領悟 所以呢 幫不幫到其實就是 因為同頻共振 跟拍拖一樣 就是你有那個問題 你就照鏡 當你遇到 喂不是啊 碰壁我 或者是糟糕 我也聽過很多案例 就是說 這個老師學完之後 全身不聚財 糟糕 那你就要自我檢討 你不是先去怪責別人 是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照鏡的關係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是在 無論是拍拖好 或者是學習好 其實都是認識自己的 那就是 哦我認識到 咦?原來我可能 曾經有些心態上 不是太好啊 唉 慢慢找些 處理了自己的問題 然後調教自己的心態能量 才再去學習這樣 就是不斷其實都是有 這個能量的 因果關係在這裏 在任何範疇都是有的 嗯 所以你說幫不幫到啊 有沒有遇到好老師啊 會不會出事啊 等等這些 坊間大家都聽無數那麼多的 案例 那所以 我會勸大家 因為 能量課程是 真正的能量課程 是連結高位度的 嗯 我們向高走的 就不是向低炒的 那所以呢 你要感應一下 或者去感受一下 那個老師是帶你向高走 還是向低炒的 嗯 怎麼會向高走啊 有沒有高頻的心態能量 人品怎樣 教你怎樣去看這件事情 是高頻是低頻 你會分辨的 是吧 是產生善念 是惡念 是吧 你會分辨的 是教你包容大愛 還是教你去批評人 抵毀人 去憤怒 去小器 去什麼 這些你很容易分辨的 嗯 這些就是你要 用你的智慧的時候 是 嗯 老師人 我聽到你這個解說 我覺得是值得鼓掌的 哈哈 如何優雅地解答 而又不會得罪人 不是 但是我真的欣賞 因為呢 一個我少少分享 就是呢 很多時候呢 我都會聽到 有一些觀眾呢 他會問的 這個師傅准不准的 這樣 我經常聽到這句 我就會回答他 你問得這句 你就糟糕了 你一定覺得他不准的 因為你一問得這句 開始 你已經不斷去找一些東西 就是 這個師傅不行的 這個師傅不准的 對不對 其實就是一直在找一個位 就是我看看你什麼時候 有問題 我就叫你了 這樣 那你當然最終 坦白說 耶穌你也覺得他不准的 是啊 就是一開始大家的心態 能量是什麼 嗯 OK 所以今集希望給大家多一個機會 不要說反思那麼沉重 但是起碼 有一個新的角度 去學習一些新的事物 而也都是知道 究竟怎樣去真正 自己去領悟一些新的事情 好嗎 下一集我們又繼續再 有機會再請教老師 好 拜拜 拜拜 繼續欣賞影片之前 請留言支持 知識有價 支持我們營運 令更多人受益 給大家看 看sized 可能性很快 給大家看 電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